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的惋惜 但是对于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 你又觉得蛮有成就的 就是八名以内有一些突破的项目 是吧 刚刚我也听您跟委员解释 但是竞赛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胜败利剑 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借口 不能说理由 来去解释我们战败的原因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从错误的当中 我们要去检讨 希望下次能更好 千万别像现在一样 那么可是我现在 总是要有一个目标 在这个赛事呢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对手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目标 而对手呢 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去达到 要超越 对吧 这个是不是运动家的一个精神 对吧 那么我想提委会 这个领导 我们这个全国 能够在国际的这个运动 这个竞争力上面的整个提升 那么国内整个 这个运动的气氛呢 我想从这个 马总统上任以来 这四五年 是不遗余力 在各个角落呢 都在进行 那么今天呢 我们把我们最主要的在经济上 甚至今天在体育上 我们最大的一个竞敌 最大一个竞争国 主委 你应该可以猜到南韩 对吧 我们在各项的这个 这个竞争力上面呢 南韩呢 几乎把我们打成的溃不成军了 今天 我要检讨一件事情 为什么南韩能 我们不能 在当初的立足点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这个二次大战之后 我们跟南韩 同样是处于 这个废墟中 重建的一个国家 但是南韩呢 在1988年 是不是 他们举办了汉城奥运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组成一个什么 体育不同和的所有的资源 然后呢 就大张旗鼓 培养训练 对吧 结果呢 他们的成绩就是非常的傲人 这个就是代价 您多少的付出 您就多少的回收 反正过来台湾 我们一直都在推动 可是为什么 跨不出去 我们是在十年以后 韩国1988年 我们1998年 我们从 这个教育部脱离出去 我们成立体委会 对吧 那么 经过这 也是 几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2012年 你又要把它回归到体委会 我们不经了 不经了 是怀疑了 您是真的是 我们政府对于推广体育的 这个 这个 动作跟宣言呢 有没有 有点假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 我们跟我们的临近国家比下 我们呢 跟南韩 在一个立足点 是同样的地方 到今天 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成就 我们不到人家的一层 OK 你看 所有 他们历年来 拿到了这个奖牌 243面 我们的总共21面 我们的总共21面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在这个体育的这个组织经费上面 资源上面 都落后人家的许多 所以主委 我想请教你 这个跟我们这个这样 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二十几年来 二三十年来 Fut ever 我们是不是在走回头路 所以我们这个体育这样子 经过这么多的努力 我们全国人 不管是为了健康 为了这个 呃 您也待了四五年了 啊 你在这一个 呃 这个 呃 政府部门里面 在带动全国的这一些 呃 运动组织 在提倡这个运动 你感到这 有没有感到这个无力感 哈 我现在看到我们走 并回这个教育部 为什么去走这个回头路 你 1998年 才把它脱离出去 现在组织在照 难道都为了 就是说 哦 你有特定 呃 要选那个大部会 所以你的部会 必须变入 只有那么简单的理由吗 为什么去走这个回头路 那 往后呢 你这样子呢 把你的这个单位 把你这个资源 缩小了之后呢 为我们回来的体育的展望 还有竞争力吗 会不会因为 我们这个体育 一直没有办法 在赛事上面 一直没有办法精进 跟我们的组织功能 会有相关性 谢谢委员 就是刚刚提到的南海的这个部分 其实南海的这个部分 他的人口数大概多我们一倍多一点点 那当然他的成绩是 是相较于我 那你再多一倍 多一倍我多三倍 多五倍我多让你多啊 我就说我们都不到人家的一层 当然以实力体力来讲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办法跟他相比啦 但是也不用差到这么多 我跟委员做报告 因为南海的这个部分 因为在临近国家 我对他有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当然在1988年 他们举办这个奥运了以后呢 不管是在软体或硬体的这个建制呢 是非常充实的 那建制完了以后呢 他们就持续这样子的 不管是在硬体上的一个 一个整理 或者是说在软体上的 这个培训的这部分 是一直持续的 所以他们才会 今天有这样一个成就 那我们有中断吗 那至于这个部分呢 其实有一个部分 我想委员很清楚 就是他的职业的这个部分 就是全国民众 对运动的一个支持度 除了政府的支持以外 企业的支持 跟全国民众的支持 是相当重要的 那你言下之意说 我们的国人 对运动的支持度 不够难含有利 不是 我是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职业运动 职业运动就有九项 职业运动 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那我们的职业运动 现在就只有一个职棒 我想这个就是说 对国人的喜爱 跟企业的喜爱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这个当然只是 其中原因之一 那第二个 其实我们有研究过 他不管是 他的奖励制度 或者是选手 终身培养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 做深度的一个比较 我们都没有 差给这些 南韩的这些 不管是选手的奖金 或者是选手的 这个培训的 这个经费 等等这个部分 其实有 那在这个部分呢 唯一有差的一个部分 就是企业的 投入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他们的选手 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个赞助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台湾的选手 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这是我们 从比较的里面 发现到的 几个重要的问题 那当然 体委会绝对是 责无旁贷 对选手这个培训 特别是基层的 这个培训 项目的选定 以及运科的介入 那管理的这个部分呢 体委会这个部分 绝对一定要 组织功能 我们走回头路 第二个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现象 你刚刚跟南韩比 我们的经费 没有公办的经费 没有比人家小 奖金制度也没有比人家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培养不出来 但是我不晓得 但是一进次是说 你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我们还看到你在99年的时候 你竟然经费 回到十年前的这个水族 我们也不晓得是为什么 你就是说 你有这个钱 你花不回去 然后你执行力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你就把它简列了吗 是因为这个样子吗 委员跟委员报告 那个是因为是基金的这个部分 基金委员可能很清楚 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基金 因为才刚刚可以支用 然后到八月份 那个时候才可以支用 所以有一些经费 是没有办法 在当时立即可以支用的 公务预算是都不够用 好 现在我们今天呢 讨论一个组织功能 主委 我也希望呢 你呢 未来呢 我回归到了这个教育部以后 你对于目前怎么样 这个体育发展 怎么样在精湛 因为组织功能有什么变化 你要给我们好好的 去计划 再来就是一个经费的变列的部分 我希望呢 体委会在这个体育的 这个在政府变列预算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下限 然后呢 不是拿到这个钱 你必须要有所计划 对于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发展呢 能够有所精进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经费的问题 今天你的今天事 就像江委员所说 不要闹国际笑话 显然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你协调会是失败的 才会有今天 我们执政党委员 对我们执政团队在怒吼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 不管棒鞋 或者职棒 他们通通不满意 主委 你说 只有一个选讯赛的经费 给了职棒 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资料 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建议主委 你还是在近期之内 赶快再找两个单位来 好好 我觉得 你要更谦虚 更谦虚 来好好把这个事情 协调好 不要闹成我们立法院 跟行政单位 为了我们在国际上面 共同的一个目标 对于这些小资节 您说了 两三百万的事情 在这边增到连红尔赤 金派框 对委员 不过还要跟委员做报告 我们职棒选手有22位 在这次经典赛 28位里面就有22位 然后旅外球员有5位 业余选手就只有2位 所以我们用专业的考量 我们希望组最好的队伍 所以我们才会把选讯赛给联盟 这是以上做简单的说明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 您要好好地跟去棒写 去协调 您的用意 希望呢 付给于我们这个职棒的 如何的责任 在他们申请经费来做 培训的这一块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经费 拨给他们自行使用 让棒写能够心然接受 好吗 谢谢委员 谢谢